现在我们讲一下这款前落尖后插尖的这个尾仪 来看一下图片 这是落尖 前面 后面呢是插尖 来看图片 并且呢 它这个前片是没有缝的 后片 这条缝 它是这样斜着到后片来了 前面都是完整的 还有一个那么后片的螺纹 它是这样的 不对称的 前面呢 是 前面它是一个正常的螺纹 五公分五点五的样子 那么还有一个领子 来看一下 领子它是一个这样的尖形 领子也比较高 也不是很浅 还不是很深 那我们 这个呢也是用大毛圈做的 空气层 薄的空气层都可以 那我现在来打一下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静体此生 我是身高140的儿童 这个是男孩子 女孩子都可以穿的 黑色 主要就是你选下颜色 这些 你看这下面呢 有黑色 男孩子是完全可以穿的 那么你还是能配一个打底裤 这样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140 轻胸为67 肩宽33 绣长45 手腕为14.5 这是静体此生 静体此生的来源 来这张此生表上 此生表 我就是用这个138的数据 10岁的 大家呢 就直接参考这个上面的数据 做就可以了 完全可以的 那我现在成品此生 一长呢 我做了57 这个一长 稍微偏长 但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好来 可以继续加长 也可以稍微做短一点 都可以 胸为67 加上41 那么这个放松量 是41公分 我们可以控制在35到41 这个范围内 108的胸为成品 肩宽33 秀长呢 是45 加上6公分松量 等于51 那么这个落肩 做了8到9公分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绣肠 是怎么算的呢 看这个图片 绣肠 我们是从这个点 从肩点 正常的肩点 量到 绣口螺纹的这里 我们这叫绣肠 好了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打吧 首先画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的长 为一长 57公分 宽度 为成品胸围的 四分之一 27 画一个这样长方形 检测一下 27 OK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来 我把这里做好的 放在这 放上去 那么呢 首先我们来定出 秀龙生 秀龙生是 进胸围四分之一 加上11公分 我们来算一下 67个进胸围 除以4 加上 11 等于27.75 那么就是27.75 直接从这条线 这条线叫上平线 向下平行 27.75 秀龙生就定出来了 接着 我们把这个 顶宽 给它定出来 顶宽 这里一个公式 给它参考 那么呢 67除以20 加上6公分 那么9.35 直接从这里 从右边 两次 左边 9.35 然后定出 前领生 前领生 这里进胸围 除以20 也就是说 在这个顶宽的基础上 加宽0.5而已 你看这里公式 都是差不多 一个加6 一个加6.5 我这里呢 是做到了 10公分的样子 算出来了 也是9.75 九点 我就干脆 应用个整数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 加6.5就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从这里 拿过来 向下凹 向下凸 大概呢 1.7到1.8左右 做1.9吧 1.7 1.8 OK 那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这个 我们这是理 我 为什么 老师那这个领子 看起来好浅啊 好浅的样子啊 是吧 为什么你这个 还要挂得这么深呢 因为你看 它这个三角形 在这个地方 三角形在这里 它的领口 只是很 像很浅一样 我们平常的领子 是不是就是一个 那 像这样的 是不是啊 两公分平行 这样子 是吧 这是我们平常的 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是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并不是说 我们 我们平常的领子 就这样的 是吧 然后这个领子 我们做好了 这就螺纹了 是不是跟这个图片 很像啊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领身 是在三角这里 但是它这里的高度 我们这里都是两公分 螺纹 但是这里的高度 就抽过了两公分 所以它上面会变得很浅 也就是说 我们做好的产品 它这个领子 也不是很深 你看多 在锁骨之上了 但是这个位置 尖尖的位置 它已经达到了 将近十公分 按照公司算 所以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所打板的每一步 都要去想到它的后果 提前想到 看头打板 我们一定要去仔细一点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点 好 我们做间写 八公分 八比三 垂直 三厘米 然后连接 这里呢 是八公分 三厘米 主要呢 我们就是按这个比例 求得 这个线的斜度 好了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 肩宽 给它定出来 肩宽呢 我们是三四三厘米 是这里做一个辅助线啊 三四三的一半 十六点五 那 我直接呢 用这个 拖过来啊 这上面做了图 其实大家呢 看到这个图呢 都知道画了 好 接到二分之一 我们直接呢 是直接从这个 多一的 我们给它剪掉 就可以了 好 接着呢 我们是上面有一个 落减 落减八点五 八公分到九公分 我们落一个九公分吧 那么如果是你小孩 一到三岁 你就落一个六点五公分 就好了 不要多 落多了 落多了 你等一下袖子 下半身袖子会变得很短 落肩 九厘米 OK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从这里 充间 我们给它做一个充间量 一点六 一点七公分 就好了 垂直向下 把它分成两短分 这是前面的充间量 然后呢 我们再画 修容五度 从肩点 落肩的这个肩点 然后连接到二分之一 慢慢重合 然后连接到这里 画五度 画顺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数据 条条框框的 假如这个一点七不够 不够修顺 这个修容弧度 你看 这里呢 我们肩鞋 跟这里呢 要保持将近是 九十度角 是吧 调顺它就可以了 如果是觉得这里 达不到九十度 那你可以稍微的进来一点点 稍微进来一个零点一 零点几 没关系的 好了 我们这里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我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绣场 给它定出来 绣场 我们是五十一公分 五十一公分 它是包含了 落肩的量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长度 从肩点 看清楚了哈 从肩点 从这个地方 测量的 修长五十一公分 五十一公分 是包含 也包含了 袖口 螺纹 那 这个袖口在这里面 包含了 所以呢 我们要去减掉 五十一公分 直接从这里量 五十一 减掉一个 五公分的螺纹高度 那就四十六 直接把这条线 做到四十六公分 那 四十六 OK 一定不要弄错了哈 接着呢 我们从这个点 九十度 那 那么这个袖口 是袖口的二分之一 减掉零点五 这边 那 十四点七五 OK 这里做好了之后 现在啊 我复制一个哈 因为这里线条太多了 我把它删除吧 这些 通通删除 然后我们 再来 把这个洛肩袖 给它做出来 把这袖子配出来 直接分成两等分 从这个点 二分之一处 基本上是吻合的 然后 从这里 空开 大概啊 一公分到一点二 画顺 这个袖子就可以了 点一下袖容 是二十三点四七 那么这里呢 是二十三点 二四 相差啊 短了 稍微短了一点点 OK 二十三点二 短了一个零点二 短了零点二 没关系 啊 我们再调 拉啊 向下拉一点 二十三点三六 再向下拉一点 好 差不多了 二十三点三九 二十三点四七 啊 短一个零点零几 一零点一都不到 没关系了啊 我们就直接这样吧 如果你万一要达到 很精确 一模一样 再向下拉一个零点几 好 二十三点五 二十三点五 差不多了啊 然后拉一条线 滚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然后这里呢 是空开 测量一下 一点二 那 一点二 一点一 这个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好 那么我们这个呢 螺纹 这个螺纹呢 下摆螺纹 将近是五公分 五点五公分高度 啊 我们直接平行 五公分 上来就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次 给它画出 这个下摆螺纹长度 下摆螺纹长度 二十 这个是下摆二十七公分 那我们呢 直接在下摆 这个技术上呢 我们给它呢 按零点八算啊 百分之八十算 这个 就可以了 这个就算出来了 用二十七 乘以零点八 下摆螺纹 我们就配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前片 就完成了 线条 OK 好 我们这是前片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